接下來這就是液態蒸氣 空氣 液態空氣蒸發 發現了氮氣先跑出來 然後呢 氧氣流著 或者是說有東西先跑出來 有東西先流著 然後問你何者是正確的 何者是正確的 那麼基本上呢 氮氣會蒸發是因為肺點的關係 肺點比較低 所以先碰到它 它就先蒸發了 這是一個物理變化 這是一個物理性質 跟化學變化沒有關係 所以它不是活性 不是容易作用 不容易作用 沒有關係的 有人跑掉了 有人留下來 表示肺點不同 可是它不是同一個肺點 可是它至少有兩種物質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是個混合物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選擇是C 答案就選擇是C OK嗎 那 同理 請問你 這個誰是錯的 這個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哪一個敘述是錯的 哪一個敘述是錯的 誰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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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吧 我們前面跟你講說 空氣的成分分固定氣體跟變動氣體 固定氣體有蛋 氧 氧 變動氣體有水氣 二氧化碳跟臭氧 二氧化碳是屬於變動氣體 所以它的成分比例並沒有確定 所以呢 這個是錯的 選A是錯的 選A是錯的 那麼 B選項是你在國小就念過的 諸選項是國中教的 你要去背的 然後呢 水氣中含量變化是水氣這個我前面教過的 前面教過的 這就請你把它記一下 很簡單 所以 例題四就是問你 誰的含量比例變化最大 誰的含量比例變化最大 女生 領域 誰的含量比例變化最大 C 你做 就是剛剛那題的答案要你記的答案 水氣的含量比例變化最大 就是簡單的跟你講什麼固定氣體啊 變動氣體的一些東西很簡單 反正就是把這些該背的背起來就好就好 沒有什麼問題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